郑伦踹碎了秋车,要领兵出战,哎呦,可把这冀州侯给击坏了,他一把拉住了郑伦,我的将军,你可千万别出征啊,怎么呢,你远不是重黑虎的对手,不要说将军一人,就是我合成的武将, 也得命丧在其手下呀,此人受过一人传授,那本领十分了得,你看你看,我自己打的秋车,我准备啊,献成大乡,随着这重谋虎到京师去领罪,你怎么把我秋车都给踢碎了呢,将军在我手下十几年了, 我怎么能忍心看着你,鸣丧镇千啊,一番话把郑伦给说乐,他大瞪着双惊啊,上下打铃了打铃,这位冀州侯,心说我们这位侯家千岁,种上什么邪呢, 您说这话谁跟谁都不挨着呀,你听这词多丧气啊,哦,你舍不得让我上镇前,到镇前就得没命,这是哪儿的事啊,我只求侯爷你答应我,我会会这重黑虎,只见一镇,只要我败给他,您哪,不用说是上木龙秋车呀, 您想带长假身背铁链,一步一个头磕得昭戈城去领罪,也与正谋无干,你看如何 正伦都快哭了,急得直跺脚,肃乎一看,好吧,说明将军是命该如此啊,嘿嘿,正伦也不理他了,丁葵挂架,赵袍树袋,收拾好了之后一声炮响,率领三千乌鸦军, 他手底这兵啊,受过特殊训练,是正伦亲自一手培植的特种兵,叫乌亚兵完全是穿黑挂躁啊,来到城外,一字排开,把长蛇镇摆好,点名捉将,叫重黑虎镇前大话, 重黑虎镇前这么一看,不由得一愣啊,怎么只见对面一杆帅子骑士迎风飘摆,掐金边走金线上秀团话,当中一个陡大的正字,门棋分为左右,大刀棋刷拉往后这么一摆,一轮大将,到了镇前, 怎么没听见马走鸾鸣的声音呢,正伦骑的不是马,他骑的什么呀,骆驼, 哎,这骆驼叫万里飞行驼,跑起路里一点动静没有,大不了就刷刷刷有点这声音, 再看这园大将,身高过丈,面皮黑,黑中透亮,扫着眉大还眼,湿鼻阔扩口,大耳扇风,压耀毫毛,向排笔相仿, 还有些这部胡须是保长刚然,一尺多长,那胡子一根一根的,全立着,跟铁丝似的,金盔金甲大红袍啊, 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,怀里抱着,八宝降魔宝储, 哦,降魔储啊,啊,这个兵器可厉害,那当然,您到那个大的这个庙院啊, 看那个西切如来我佛和三大士,后边有一尊站着的佛像, 哎,盔甲在身,回报保储,那不是威托吗,这是踏实的兵器, 哎呀,这个人姓郑,哦,一切的纯黑虎想起来, 我可听不少人叨念过,冀州侯苏户手下有一位鸭连官, 此人姓郑娇,郑伦啊,他有道数在身, 可不知道他什么道数,是这个人吗,虎同名姓,果然是他, 郑伦啊,没有那么多的话跟你废, 只抡起兵器就储啊,就储啊,想我储吗, 这马兽交锋,应该是二马交锋, 郑伦骑的是骆驼啊, 所以说这马兽交锋, 站了有十几个回合, 兽黑虎一想,我别跟他瞎耽误功夫, 我必须用葫芦取胜, 他把忙为这么一代马, 郑伦就明白了, 哦,要动用他的宝葫芦了, 嘿嘿, 郑伦暗自想啊, 我的充二千岁, 你呀,来不及了, 只见郑伦把行不处往半空这么一举, 刷他一下, 当即就有二百名乌鸦兵, 手提挠钩铁锁, 到阵前, 二龙出水, 站在那儿, 那个架势给人的感觉啊, 就是要生擒敌将了, 这时虫黑虎已经把开山岳挂上了, 把宝葫芦摘下来了, 可是郑伦眼前这个场面啊, 把他给闹愣了, 这是要干什么, 只见郑伦爬一下, 用左手一带这个僵绳, 右手把行不处往半空这么一举, 冲着虫黑虎微微一笑, 只听他呀, 大哼了这么一声, 哼, 可了不得了, 怎么, 就见从这位郑伦将军的这个鼻孔之中, 喷射出来两道白光, 都在一米多长啊, 这么一看, 虫黑虎就觉得天旋地转, 头韵眼发黑布, 他要说不好, 那好字还没等说出来, 哭哗, 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, 葫芦也扔一边去了, 这一时会儿, 郑伦首席的乌鸦兵过来, 神捆缩绑, 生情活拿了这位二千岁, 虫黑虎高奏凯歌, 敲着得胜鼓, 回城了, 哎哟, 当时虫黑虎首席的那些军校是大败而逃啊, 探马抱进了军舟, 这位军舟侯干嘛呢, 坐在那帅堂上, 牙眼发直, 那愣着呢, 中军官给他提醒了好几次了, 说侯爷, 郑伦将军出征, 他勇气十足啊, 那是一片中心, 您怎么能够不给他官邸撂阵去呢, 您就是不愿意到阵前, 也得在城楼上啊, 您怎么在这儿闷坐着呀, 苏虎长叹一声, 哎, 你们哪里小德, 我是不忍心哪, 不忍心, 砍着正轮, 命丧阵前, 我给他官什么阵, 他肯定大败, 话还没说完呢, 探马抱来, 郑伦将军大获全胜, 升勤敌将, 来率府交令, 什么什么, 苏虎站起来了, 果然, 这是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, 郑伦哗啦一下, 把战袍这么一撩, 特地前来交令, 把虫黑虎, 拿到帅府, 你不说他厉害吗, 我把他逮来了, 什么事都没费, 只是哼了这么一声, 这哼可太善人了, 也难怪呀, 在神人中不是有哼哈二将吗, 哎, 这位郑伦将军哪, 就是其中之一, 那位哼将郑伦, 当时季周虎就慕在那儿了, 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 这时会儿刀拂手, 把那位虫黑虎给压上了帅堂, 虫黑虎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, 低着头往苏虎跟前一站, 季周虎赶忙站起来, 不容分说呀, 过去亲自给这位二千岁解开了绑绳, 然后他上下打量虫黑虎, 打量什么, 您那个葫芦呢, 旁边有个镇前的掠镇官呐, 这儿呢, 把葫芦抱过来, 哎, 快来快来, 祖虎接过来, 把葫芦给这位虫黑虎背上, 旁边郑伦啥了, 郑伦一瞧这是哪个哪儿这是, 怎么我费这么大的劲啊, 运用我的真实本领, 把敌将给擒来了, 我就怕我就主帅小瞧我, 一口一个丧命振田, 我抓住这么大名将虫黑虎, 您怎么给他松了榜呢, 不仅松榜, 当时让座, 哎, 季周虎亲手扶着这位虫黑虎坐在那儿, 吩咐人赶快, 白酒宴, 啊, 哦, 这时候他才想起郑伦来, 回头看了一眼, 啊, 郑将军, 你也坐下, 喝一杯吧, 郑伦这气, 回见吧, 怎么, 我费热情干嘛呀, 啊, 我将告辞了, 郑伦都气晕了, 我千里迢迢压压粮运草来了, 连口气都没喘, 请令出战, 您是又喊又叫, 拉拉扯扯, 不让我出去, 好容易把敌将捉来, 可他好, 您问我一声, 该不该放啊, 哦, 亲解其福, 而且还质酒款待, 我找个地方聊不聊去得了, 郑伦走了, 几周侯也没太介意, 郑伦不知道, 这个崇黑虎和苏户啊, 是磕头的把兄弟, 那个真是老交情了, 那所以郑伦后亲自给他满酒, 冲黑虎一看, 哎呀, 不敢当啊, 我干嘛急急慌慌跑到这个郑州来, 好像助我家兄长一臂之力, 我不是来帮助他来了, 我家兄长什么脾气秉性我最清楚, 我怕他在这儿啊, 哎, 遭扰百姓, 哎, 这个任意啊, 杀人, 所以我才赶来, 想劝阻他, 另外呢, 也想平息啊, 这场战争, 我是为这个, 明着我是来助兄长, 暗地里我是来保护人凶, 保护冀州啊, 哎呀, 要不是郑伦赶回来啊, 我就自己把自己绑上了, 过营去请罪, 那倒不必, 哎, 不知道权忠现在如何, 你看, 我正要向您禀告呢, 我家侄儿啊, 我单独给设立了个大仗, 哎, 没受什么委屈, 自己在那儿休息呢, 也算不上是关押他, 我们爷儿俩这两天谈的呀, 挺投机, 我把我的想法也都跟孩子说了, 啊, 贤弟, 你看怎么办, 是啊, 我为这事正为难, 因为我哥哥这个脾气秉性, 您是知道的, 你劝他还劝不住他, 我正想找一个什么契机, 给调和调和, 哎, 几州侯叹了口气, 贤弟不用这么操心了, 怎么, 我已经获得罪于天, 我已经获得罪了皇帝, 恐怕呀, 周王是不会饶恕我的, 正在说着呢, 有人来禀报, 说外面有西伯侯鸡昌手下的上大夫, 散医生求见, 啊, 苏胡鸡, 请, 他知道, 西伯侯鸡昌啊, 和这个北伯侯重口虎, 各率一路人马, 兵分两路来发几州, 可是呢, 崇黑虎先到了, 西伯侯鸡昌来晚了一步, 肯定啊, 这鸡昌侯爷是有什么事儿, 也不是有事儿, 那么西伯侯领了圣旨之后, 他回去就率文武已经起兵了, 他没有急着忙着赶到冀州来, 他想把这场战事啊, 给平息下去, 他亲自, 给冀州侯写了一封书信, 让尚大夫散医生拿来, 哎, 让冀州侯苏户看一看, 能否按信行事, 哦, 书信在哪里, 这一边拆着书信, 一边让中军官, 好好款待这位散医生大夫, 当苏户把信由头至尾, 看了这么一遍,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啊, 他就坐在椅子上, 信写得很长啊, 也很真切, 写得什么意思呢, 开头就说, 鸡肠致信君侯麾下, 他说, 率土之辟, 诺非王臣啊, 那么天子选妃呢, 宫情术事皆不可隐匿, 那么天子欲选足下之女进宫, 这事件美事, 足下怎么能够与天子相抗啊, 而且五门提示, 不知异于何为啊, 足下, 忠君不二, 举国尽之, 那么岂能为爱一女而是君臣之大义呢, 昌不仁做事特进一言啊, 足下若能够禁女宫廷, 可以啊, 转祸为府, 而且呢, 贵为国戚, 永振济州, 三军百姓无涂炭, 杀法之苦啊, 是静后裁决, 俗虎看完这信, 反反复复看了三遍, 然后把信交给了冲黑虎, 冲黑虎一边看信, 也不住的点头啊, 他十分感动, 他知道, 那西伯侯姬昌, 撑得起啊, 是现在第一流的忠后君子, 这个人呢, 那个优点好处太多了, 他最大的特点, 就是以德叫人, 哎, 常言说的好, 重击德则无不克, 所以诸侯之中, 谈论起来, 除去北伯侯重黑虎这样的, 没有一个, 说鸡昌侯也不好, 那么这个事怎么办呢, 苏护就跟重黑虎商量, 贤弟你看怎么办, 我看哪, 兄长, 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, 您就按照西伯侯书信行事吧, 您现在就写一封书信, 交给散医生大夫, 让他转告啊, 鸡昌侯爷, 说您拜读了书信之后, 感谢啊, 鸡昌侯爷, 感谢他这番情真义切的劝告, 那么您就说您呢, 照书行事, 一方面向朝廷请罪, 同时呢, 把女儿送往昭歌, 那么这算呢, 喜事宁人, 这个战争也就算消除了, 哎, 苏护一听, 我这方面, 可以听从西伯侯的劝告, 但是令兄呢, 重黑虎想了想, 我家兄长的这个脾气再不好, 他也应该明白点事理啊, 你光这么打, 这么战这能行吗这个, 远不及人家西伯侯一封书信, 就把这战争平息了, 那么人记周侯就愿意, 把女儿送往宫廷, 那还打个什么劲呢, 我好好劝说劝说他吧, 同时呢, 我到营中就把侄儿苏泉中放回来, 咱也不用搞什么走马换将了, 人兄您看如何呀, 哎, 就依贤地, 挤着欧苏护这会儿做着准备, 那么重黑虎呢, 一个人打马扬鞭, 背着葫芦回来了, 这一时会儿啊, 北伯侯啊, 像热锅蚂蚁一样, 正在大仗里边那边打磨磨呢, 他起来坐下坐下起来, 来回折腾, 把他手点人全都轰出去了, 他瞅谁都别扭, 心里头是十分烦躁, 你看我弟弟, 那是我一条臂膀啊, 啊, 虽然他的脾气秉性跟我完全不一样, 但是他是我兄弟, 怎么就让这么一个姓正的给捉了去了呢, 正纳闷呢, 有人来禀告, 说二千岁回营, 啊, 当时记周侯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了, 是我听错了, 他跑出大仗一看, 果然, 二弟回来了, 哎呀, 二弟啊, 你受惊了, 哦, 手完手, 把冲黑虎拉进了大仗, 哎, 你是怎么回来的呀, 是苏虎把你放回来的, 哎, 兄长, 您不要着急, 请您坐下来, 听小弟慢慢跟您说, 啰嗦之后, 冲黑虎把自己被捉的情况, 说了这么一遍, 说这正纶十分厉害, 我只听他冲我哼了这么一声,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, 冲马上一头就栽下去了, 我那倒数也不灵了, 那么多亏呢, 记周侯没有伤害我, 当即就把我给松了绑了, 在这同时, 西伯侯的人马也到了, 他派散一声大幅写来了书信, 这书信的内容我都记住了, 他就把这信大概的意思, 跟冲黑虎叨咕了一遍, 冲黑虎听完了这封信之后啊, 他是碾然沉阴, 半赏无言, 沦牧下终点啊, 五六分钟, 他一句话没说, 冲黑虎就犯了和解了, 心说坏了, 怎么我家兄长又有了道德了, 肯定他不同意, 不同意啊, 记周侯按照西伯侯积长这封书信行事, 大概他面子过不去, 还真让二千岁冲黑虎给猜中啊, 愣了半天, 冲黑虎叹了一口气啊, 兄弟, 你我是一母所生的兄弟, 我在你面前, 也没什么隐晦可言, 吉尚这信写得不错, 但有一样, 我心里头这口气咽不下去, 冲黑虎一笑, 兄长, 您憋这股子什么气啊, 你看, 你我兄弟, 同摔人马到这一番苦战, 损兵折将啊, 啊, 幸云兄弟你来助我一臂之力, 要不然, 我还不一定惨得什么样, 你看人西伯侯, 按兵不动, 哎, 咱都打了好几仗了, 人才来, 而且呢, 一兵一卒也不用, 只写了咱们封书信, 这冀州和苏户就认输了, 就认罪了, 那咱们哥们在这折腾什么呢, 再说了, 这次咱不单单啊, 说损兵折将, 经济上损失也不少啊, 光粮草大了多少, 别人不知道兄弟你知道, 这打仗它是个费钱的事啊, 还没等重吼吾往下说, 二千岁就明白了, 我这家兄长啊, 他觉得他亏了, 他要在冀州这捞点什么, 是他重黑虎冷笑一声啊, 兄长, 那您把您所想的事, 您就都说出来, 您打算怎么办呢, 虽然说, 西伯侯这封信起了作用, 但是你要知道啊, 贤弟, 这是西伯侯的功劳啊, 没咱们哥们什么事啊, 合着咱白折腾了半天, 啊, 两手撞空拳, 这口气我咽不些去啊, 兄弟, 你再帮哥一把吧, 如此这般, 你看如何呀。